OK 那我就先開始了 各位好 我是杜修文 一般同事或朋友常常叫我 英文名字叫Ivan Ivan Do 我現在是在 Oracle馬來西亞全球事業部的 Solution & 決定 前面有好幾個都是我同事 包含Ivan 包含Hananto 都是我同事 我們這個team 基本上是幫助我們的用戶 去使用MySQL 去推進MySQL 當然也希望說能夠 藉由我們的幫助 能夠讓客戶 能夠使用我們的付費版本 尤其是企業版 和那個 我們叫CGE版 那今天這個Session 跟各位分享 我們最新的 目前還沒有正式發行的一個 在馬來西亞線上面一個插件 那我們透過這個馬來西亞線上面的插件 可以讓我 可以直接管理到MySQL 那剛才我們在很多的Session 都有介紹到馬來西亞線 也不見完整的介紹 但是你有看它出現 他們有用 他們用這個馬來西亞線 比如說 你做InnoDB Cluster 它是用馬來西亞線直接可以做的 或者說 你查資料庫 下Seql指令 馬來西亞線都完全可以做 那馬來西亞線它不是新的東西 它已經出來大概有七八 五六年以上的時間了 那這個馬來西亞線 我覺得有一天它會取代 一般我們熟悉的 那個馬來西亞 command line 我想一般 大部分的馬來西亞 data user 都會用到馬來西亞 command 就馬來西亞 但是我們前面講過 雖然我們在台語上面 有那個旗子裡面 就是 NoSQL加上Seql等於馬來西亞 8.0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 應該說不光是8.0 我們在5.7的時候 我們就 有加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我們讓馬來西亞 脫離 就是它等於是改頭壞面 它不是只有能說Seql 它可以說NoSQL 為什麼呢? 因為在5.7的版本底下 我們加了一個 Json的資料格式 就是你今天 create table 你可以在這個 table 你的 column裡面是Json 那你可以把整個 Json的文件存在裡面 那Json我們知道 它是一個大括號 掛起來的一個 structure 一個 hierarchy 的 structure 那描述一件事情 或者描述一個特定的 entity 比如人啊 員工啊等等 或者是你一個訂單啊等等 這樣好好考慮 hierarchy 的 那它的特性就是 它不像一般的 觀念式教庫的table 你要定義table 你有schema 你就告訴你table的結構 要發音key 要更多的 控制定在上面 Json沒有 Json呢 所以相對起來呢 對於Deviver來說 它的彈性就很大 那因為 如果說你今天 是用一般的table 來做 來存體資料的話 要不然你就自己動手 要不然你肯定要拜託 你的DBA去幫你建的table 然後你要維持那個table 一個很好的一個結構 但是Json的Document呢 它可以很有彈性 它沒有schema 隨著你的文件的結構 不一樣的時候 它可能 雖然同一個Json的 我們叫collection 就一組Json的Document資料 但是每個的結構 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這讓我的application 相對起來彈性比較大 或者是我今天 在很多的應用上面 尤其是我要整合各種 不同的層面的application的時候 那Json的這個 這個這個 Document資料的 這樣一個特性 可以讓我做 比較容易做得到 我記得我在大概六七年以前 曾跟騰訊的一個朋友 大陸騰訊的朋友 有稍微聊過 他有做一個公益性的一個project 就是去做這個邪詢網 他不是大陸 現在可能好一點 早幾年的時候 有很多人失蹤嗎 尤其是小孩子被拐騙 他去做邪詢 但是那個網站 是個別不同的 各個政府啊 或是私人自己設的網站 所以每個的結構不一樣 每個裡面資料 所撈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那他想要說 把這個一統天下 通整合起來 那他就用Json的技術 用這個NoSQL的技術 去把它整合起來 讓他比較有談心 因為 你外面結果不一樣 你再怎麼不一樣 我通常收進來 那特性就是 他特性就是 你如果說 我這個application 不關心你的這些attribute 你那個Json的文件 沒有這個attribute 或者你Json的文件 沒有這個attribute 這個attribute對我來說 我就不看它 沒有用 那這讓MySQL 他有個彈性 可以 就是 可以適應 我們現在這種快速開發 或者是 這種整個性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做得很好 那 但是有個問題 我們的客戶端呢 常常一般的客戶端 但是下SQL指令 那只會下SQL指令 如果說你要用SQL指令 才來操作Json文件 是可以 因為MySQL提供很多Json function 但是Json function 你要用起來的時候 相對起來比較複雜 因為你不是 它是一整個column 存進去的 然後你在column 裡面要撈的是 不是整個Json文件 你都要看 你可能有性子 看到薪水就好了 你要知道薪水在哪裡 所以我們會有 Pass function 諸如此類的 都是一些 function 還有呢就是 你為了加快你的Json文件 的查訊速度 你會做一些index 你會做一些index 那 這個 我想一般的表上做index 很簡單 你只想要我這個index 加在某些column上面 就構成一個index 然後我index 它就做一個 一個tree structure 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我透過這個tree work 可以比較快的 比你做fotermal scan 效率很高很多的方式 這種方式 你可能找到你的某個特定的entity 特定的屬性 但是Json文件 他想想看 一般的我們做create index的操作 是沒辦法直接找到某個屬性的 你文件不是說整個文件 不是說這個index不是整個屬性 不是整個文件 而是某個特定屬性 比如說你要拿那個名字 拿人民 人民是常在接受document裡面 某個特定的地方的 你要去把那個pass找出來 這個你要做index 相對以來困難度就很多 個人就高很多 那我們現在說 有些狀況底下 你要跳脫SQL 完全是用native的 document-based的操作方式來做 這個我們叫X-day API X-day API 在馬來西哥底下 有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我就可以 這個東西算是 我們有一些 比較popular的一些driver 我們有implement它 Java C Dinet Python 這些driver 新的版本 我們有去implementX-day API 那X-day API 就是讓我可以直接 做 去呼叫那個CRUD的方式 create, update, retrieve, delete 這樣的方式 影響通過這方式呢 可以去做index 而不是用比較複雜的SQL 來做這樣的操作 那等於說 完全跳脫SQL 或是關鍵式交通的那個範圍 而且走到像 類似像mongoddb 那樣的操作模式 但是一般的 很多db常用的 馬來西哥工具 馬來西哥客戶單 是沒有辦法支持這個部分的 他只能做SQL 那我們除了馬來西哥 share 馬來西哥 share 它就有幾種mode 一種mode 你可以到傳統的這個SQL mode 就是slash SQL 就進入SQL命令 就下一般的SQL命令 就跟你一般的myself command 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操作 Jensen Duckman的話 那它有兩種mode 一種是JS Javascript 它操作的指令呢 是Javascript指令 裡面可以去呼叫XDate API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Java SQL 去操作 去操作這些Json文件 因為它直接跟XDate API 互相搭配結合的 還有如果說你是Python的Programmer的話 你也有福了 為什麼呢? 我們第三種mode就是 Python SQL Python的指令 所以你在這個馬來西哥上面想 這個slash PY的話 再操作今天進入Python結構 所以你今天可以下Python的指令 一樣可以互叫XDate API 除了這個對資料的操作以外呢 那我們也包了很多工具 像我們早上有介紹的那個 用myself share去 Create InnoDB cluster 那個是什麼 我們叫Admin API 我們家呢 我們包了一個API出去 我們叫Admin API 這裡面可以 像我們前面 早上我們demo的時候做的 Create Sandbox 就Create 單獨的馬來西哥Dealways 你自己去玩的 SandboxDealways 然後加Cluster InnoDB Cluster 加Instance等等等等 這些操作 完全在API上面做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以後馬來西哥學會 越來越 功能越來越強大 越來越完善 越來越完善 那我們還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有很大一部分的 說實在 我們有很大部分的優勢 會用MySQL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 它的系統就開發 它的應用就開發在 MySQL上面 它的Developer就喜歡 MySQL 或它Developer就覺得 MySQL比較容易使用 比較容易去拿得到 那現在目前 我們看到市面上 有一個趨勢 越來越多的開發者 但我們有很多IDI 很多IDE 但是我們發覺 有越來越多的開發者 把Visual Studio 當成它的開發環境 Visual Studio Code 我們叫VS Code 我解稱VS Code VS Code 當成它的開發環境 VS Code 提供非常豐富的API 非常豐富的一個 一個supporting的環境 讓各種不同的 城市的開發者 上面運行 所以 當然這裡 Microsoft最近這幾年 長進不少了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第二名就是Visual Studio 那第一名是VS Code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open source 很free的軟體 那另外一方面呢 Database 這個 這個也是在外面 這個是 這個是Jet Brand所做的 一個研究 那他發覺 50%以上的Developer 他的首選Database 還是MySQL 所以你看大部分 都是open source Database 因為他是從Developer的角度 來看這個事情 那這個就衍生一個想法 為什麼不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讓我們的開發者 在他的 他所喜愛的ID環境上面 能夠找到最好的 Database操作和管理的工具 所以我們就出了這樣一個東西 Message Share Message Share Message Share for VS Code 非常powerful的 一個圖形化的 對Database 操作和管理的界面 他提供 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在Navcare上面 直接看到 Navcare Pen上面 直接看到就是 你進了什麼Database Database有哪些schema schema哪些table 有什麼index加在上面 有哪些column加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直接 cursor疊到上面去 然後幫你產生 SQL命令 查詢命令 直接可以去改 改了一個apply進去 他就直接把資料寫到Database裡面去 你不要下SQL命令 你不要下 slack update等等這些SQL命令 Wordbench的特別的好處 那我們有一天會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這兩個結合 那我們現在第一個先結合的重點 回去先放在 VSCode上面 那如果說你要用VSCode的話 現在條件是 第一個 你的VSCode的版本 必須是在1.63.0以後的版本 那我目前這個環境是 1.63.9的 1.63.9的版本 它可以支持Windows、Linux、MaxOS的版本 當然 Windows它必須在 Linux必須在64個Bs的版本以後 MacOS必須是10.11以後的版本 那Masel Share 我們現在出的Masel Share呢 它的版本是在8.0.28以後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還是蠻新的 我們前一陣子 才整個Masel的家族 有一個新的update 就8023 8.0023 所以我們在Masel Share上 從官員上面應該也可以 download到8.0023的版本 但每個版本中間會有 有一點點差異 所以有時候我今天做測試 我發現可能前面有一些 前面可以跑的東西 到後面好像不太 那個指令就不太對 它會有改變 那這個很正常的 因為這個還沒有正式發行 所以它的很多東西還不是太穩定 但是你可以先做preview 你可以先拿來去研究一下 還有就是如果說 你能幫點忙的話 發覺這上面有任何問題 或者有任何的意見反饋 你可以直接跟我們 到我們的Bug database上來反饋 我們從Masel Share的 那個Menu上面 可以直接找到說 要發一個Bug 那怎麼去拿到 Masel Share for VS Code呢 很簡單 你如果說你就是VS Code的用戶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這個 在你的VS Code的環境裡面 可以直接找得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起 我的VS Code在這裡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VS Code的 extension底下 你可以search到Masel Share for VS Code 然後點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安裝 像我這裡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我只能選擇 Disable或是Uninstall 然後這下面會有些Document 螢幕好像沒有投影 嗯? 螢幕沒有投影了 抱歉 那點這個Extension 在VS Code底下點Extension 你可以search到Masel Share for VS Code 對面Extension 那你也可以敲關鍵字 敲Masel Share 你可以找得到 然後這個時候 如果說你沒有安裝 你這邊就出現的Button 就是安裝 那我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不一樣 那或者是你可以再讓它 refresh 安裝一次 那 那你也可以去改善一些參數 比如設定你的 做一些Extension 設定 比如你D4進去的Mode是什麼 是SQL Mode 還是JavaScript Mode 等等 那 那就是 那你也可以 你稍微看一下這裡面的一些Document 它裡面有些Sample 有些Sample 比如說 當然它有些要告訴你 我這個版本是什麼版本 然後是要Support 你的環境 比如說你MacOS的環境 還是你是Linux的環境上面的版本 是什麼 所以它這邊有點改 Linux的話 也Support ARM 除了X64 它也Support ARM的平台 然後另外它還有一些範例在 那比如說怎麼去 怎麼去Access你的 這個Message Share 然後在Message上面 怎麼去Access到你的Database 那這個是 如果說你專網 剛開始還沒專網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去研究 去看看它 那甚至還有些Sample 比如說 這裡面有 它現在把它拿掉了 那個TypeScript的Sample 以前是有 現在沒有 Anyway 你可以先看一下 然後再決定 要不要裝 或是你裝完了以後 還可以再去看 但如果說 你就要把Dinstall 也很簡單 你就把Uninstall就好了 那這個是 這部分 那我就乾脆用這個好了 這樣就不會 因為我發覺 我這邊另外一邊還有那個 那安裝的時候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 它必須要有一個證書 有一個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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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證書呢 它 它 早期的這個 我們剛開始裝了 在這邊吃了一些苦頭 那證書呢 可能在Window的環境上面 它會 第一步會裝在Window的 這個User的 裝證書的File裡面 那個Reposit裡面 但實際上 它沒有找那個東西 它讓它自己找 它自己本身的File System 那這個 這個可能 這方面 比較 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這樣的問題 但是 後來現在這個版本我就好了 現在這個版本就是 它裝起來以後 你運行之前 它會跟你一個 跟你去問說 你是不是要裝證書 一定要裝 如果沒有裝的話 你的Message Share 是被它用的 你可以點進去 但是呢 有很多工具 它是Disable掉的 比如Database SS 它是Disable掉的 所以 這個 請你把它 Active起來一下 這個 這個就是你證書所在為 這個字可能 看起來不太清楚 那 在你的 User的Folder底下 在你的UserFolder底下 它 比如說你在Windows上面 它是在你的 Apple Data Romming 然後MySQL 然後在 MySQL SH GUI 等等 然後在Plug in Data Plug in 然後Web Serves 裡面可以找到三個檔案 這三個就是你證書相關的檔案 Sert檔 就是你的這個 這個 它的名字叫什麼 Root CA 對 Root CA Sert檔 Root CA Key檔等等 這三個檔案 還有一個Install SH 那它會 你會在這個目錄裡面 如果說你裝好以後 你的證書裝好以後 你會在我前面說指定這個目錄裡面 可以找到這些東西 那現在看不太清楚沒有關係 我事後會把所有講師的 PowerPoint收集起來 然後公告在我們那個臉書的網頁上面 那就是台灣買的時候 有時候Google的臉書 我會把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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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網址放在上面 那到時候你再去 download 你如果有興趣看的話 你再去上面去看就好了 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就在臉書上面去發問題就行了 那 你安裝完以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用了 那 那 有三個部分 有幾個 應該說 在你 Navigation Bar上面 你可以看到 有四個Pen 第一個Pen 是連Data Base 我們叫Data Base Notebook 叫Data Base Notebook 第二個Pen 這是 這是我們想要支持 Oracle的 Oracle的雲 OCI 就是直接連到OCI上面 但是如果說你是一般的 你沒有去去用OCI 或者你就不會 公司就不會用OCI 也沒關係 就它跳過去 第三個就是Malaysia Share Malaysia的Console 這是直接連Data Base 它也是基於Malaysia Share 這是 你原來在Malaysia Share上面 所看到的功能 在這上面都可以拿得到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操作Json文件 加你的InnoDB Cluster Create你的Sandbox 這個都可以拿得到 下面就是你的Stata 你現在正在執行的 正在執行的Job是什麼 在這個上面可以看得到 另外呢 這邊還有Message 它相對於你說 上面做了一半的 丟了Message出來 你在這上面可以看到 還可以幫你做Debugging 你如果要做Debug的時候 它也在這裡有幾個Tab 像這個是Terminal Terminal可能就是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環境所跑的 環境底下的OS上面的指令 或者它OS上面的File 等等可以看得到 Output 你這邊跑的結果 你丟到Output的Tab底下 你Enable上面可以看得到 Debugging 就是如果說你進Debug 和Debug的過程 你可以從上面看得到 然後你可以正對它說 要不要往下跳 要不要進去 你可以檢查你們的相關內容 然後還有Aero Aero是這個 如果說你這跑的時候 有些Aero產生 從AeroTab 你也可以看得到 那還有 有時候會有一些Plugging出來 像這個地方看不太清楚 Jupiter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在研究那個Message 我新的Message 所以我也在上面 裝了一個Jupiter 所以Jupiter的Terminal 在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是 我們看一下實際的環境 就知道 這個如果說你安裝完以後 你可以看到多一個Button Message for VS Code 這個Button 點擊Jup 我們前面看到這幾個 然後我這邊量了幾個Database Database呢 大部分都在Local端 比如說我用Sandbox 建了幾個 比如說3307 3308 309 這個我是用Message Share的Command 比如說 DBA.deploy Message Sandbox 然後PortNumple是什麼 PortNumple是3007 3008等等 這樣 就做Database就把它做起來了 然後呢 像我的目的是要Create InnoDB Cluster 所以在上面完全是透過這個Message Share的Console 直接做出來的 然後做出來以後呢 我在上面可以 你可以點這個 進來是什麼 看到你的Database有哪些你可以連的 或者是沒有在上面 沒有列式在上面 因為這個位置可能比較小了一點 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個Connection 自己再加一個Connection指定說 我現在有個新的Database在哪裡 你要告訴他名稱 然後還有位置在哪裡 是那個IP 或是那個HostName PortNumple是什麼 其他你可能還要告訴他 你用的UserName Password等等這些相關的資料 或者要不要走SS Tunnel等等這些訊息告訴他 如果說你這些做好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會出現你所指定的Connection 那我3008 3009都沒有做 那Local的買的SEO應該是有開起來 所以點進去的時候它直接帶進去了 就像一般的SEO會卡麥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就 Database 我們這邊Enter它是幫你在 它是這樣子 它這個Local的兩個方法 上面是你的Connection 所以 Connection可以幫自己的Line 所以你打這個Connection的時候 你直接Enter的時候 它是在Connect panel上面 直接再跳一行 你可以再打下一行 但你要它執行的話 你可以按上面的執行Button 上面那個閃電波的執行Button 或者是按Ctrl鍵Enter 就代表它執行的Connection 所以我這樣會不會是 跟你一般的Ctrl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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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那你找得到 這是第一個部分 另外 你可以再加上 Reload你的Connection list 如果說你有Connection list 你有變料 好嗎 那 Movation上面會有更多的東西 等下 有機會讓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是針對關鍵效果所需要的操作 另外一部分 你要直接看到Malaysia Share該有的命令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去加一個 Malaysia的Search 你甚至可以加兩三個 那這裡面可以做什麼東西呢 就跟一般Malaysia Share的命令是一樣的 問號就是help 你今天是進JavaScript 但你可以進Python 可以進Search 但是進Search 跟前面這個Search的Panel是完全一樣的 那 這是Connection 那 你可以同時爬幾個Session 每個Session裡面可能內容會不太一樣 你的進度或者做的事情會不一樣 你可以兩個事情同時來做 那這是Session Console 那這邊可能比較難看得到 如果說你比較大的工作正在跑的時候 那這上面你可以看到工作正在執行的進度 那我現在大概一時間比較難Capture到這個畫面 有機會讓各位看看 這個我現在 剛才所做的demo到這邊已經走到一部分 那這個地方就是OCI的Console 但如果說你今天有興趣用我們的OCI的 你去試用也好 也沒有關係 在OCI上面有個觀念 就是 它是分租戶 我們叫Tennis 一個公司可能會租OCI的一個 就當成OCI的租戶 它會建一個帳號給你 然後當然你有主帳號 以下有紙張號 紙張號可能是其他的公司 跟其他的公司 我這邊有網路 這有連到那個 艾克大的網路 但是可能現在網路比較緊 所以它永遠連上去了 那我這邊是有個Tennis 有個Tennis 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看到這個Tennis 我叫Maiso SE Tennis 這個是它內部的ID 就是那個Tennis 我進去的時候 我會用哪個帳號進去的 然後Tennis是自己的ID 這OCI它自己都會 內部轉換成一個馬出來 然後是在哪個region 我們有好多region 全球目前大概有 將近40個region 韓國有兩個 日本有兩個 台灣目前還沒有 不好意思 像我這次直接上韓國的春川 春川這個可能 不是哈韓的人 大概不知道這個城市 哈韓的人知道 那個什麼 白色生死鏈還是網顏 他們背景的城市是這個 它是一個小城市 然後你要登入的話 你必須要靠一個Servicate 這是我給它一個證書 然後呢 我會需要Upload這個證書到OCI上面去 它Upload它的 應該是Upload Key 這是Key 這是Private Key 然後我需要Upload一個Private Key 到OCI上面去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 它叫Fingle 對 叫這個 產生一個Fingle Print 你從OCI上面去找到這些資訊以後 然後放到這上面來 然後呢 它就會幫你Create一個Entry 然後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東西 登入到OCI上面去 看它底下的 你連接來的 這是我們按照 邏輯的方式來去一個 我們叫做Tenancy Sandbox 我們每個工程 可能都會有Tenancy在這裡底下 然後通通掛在Sandbox 比如像我自己的 是在這裡底下的 Ivan多底下 你可以看到 它有Database 我這邊也有幾個Database 比如說Maisal Analyst Demo for Room 2 等等 那另外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Compute Incident 有些Compute Incident 我們叫Basin Basin的Compute Incident Basin就是 我們的Compute Incident 有內網跟外網 尤其是Database 它只有在內網裡面 它沒有辦法直接從外面看得到 它是有Property IT 那你要怎麼讓它看得到 但有一種方法就是 你做一個Property的Compute Incident 然後上面裝 像Maisal Router這樣的東西 讓它帶進去 那最簡單的方法是做Basin 直接在那裡 你可以去Create一個Basin 接下來我們這邊可以 我今天做一個按右鍵 就可以說我要Create一個Connection WithBasin Service 它就幫你做一個Basin Service 像我這邊加一個Connection 上面是跑Basin的 然後Basin跑起來以後 你在這方就可以連上去 這方就可以 像我這個它上次 我做完Basin以後 直接在這方 直接連到 直接在這方去Ason 我的Basin Server Ason我的Basin Server 然後走SSR 連到那個Divet 連到那個Maisal的Divet 那這個是讓我們 我們現在說 讓我們的User 比較能夠更方便 更容易的使用到 當然還有其他 比如說 有些Storage 有些Storage 是 這裡可能還沒有掛ObjectStorage 可能會有些儲存工藝 ObjectStorage 在他們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這邊是提供一個相當完整的環境 除了是一般的 Maisal Share的操作界面 這邊可以看到 另外在上面 還可以有更多的環境上 得到完整的支持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Session 大商跟貴帶過一下 然後 接下來就是 如果說你進了SQL界面 就是進了Deadways的Navigator以後 在上面就可以做各種不同的操作 比如說 像我們前面的金額 在哪裡 沒關係 我再進去一次 Local 然後你的操作 它基本上是直接放在這個 這個Navigator底下 包含它的結果 包含它的指令 然後你的指令可以重複再敲 甚至你今天可以說 比如說 而且這上面有 這上面還有一個就是 它有Hint在這上面 比如說 US 後面就可以 後面呢 你可以選擇的 有哪些指令 我不會再帶出來了 比如說 我先看一下好了 Show database 我可以用 Use airportDB 然後 Show tables 好 那 比如說 Select 我找一個booking行 然後limit 三 那些三行出來 那我可以直接往上走 然後呢 直接去改它 我可以重複 你可以往上找好幾個指令 或者你可以pursor移到前面 某個位置上去改 你的指令 所以 相對於 擺這個comment來說 這更方便使用 因為你可以重複去 利用原來的那些指令 重複在做各種 這種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使用的一個介面 還有 這個是 console 我想console上面的命令 就跟一般的操作是一樣的 但是底下可以放你的output出來 那這個output 但是不含你console 或者你自己本身的程式的命令 是一樣 那進 SQL notebook sql notebook 不光是可以下SQL整領 你也可以轉換成javascript 轉換成javascript 還有一個是TypeSquade TypeSqu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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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icrosoft所提出的 一個 JavaSquade的一個增強版 譬如說 進 js 我就進JavaSquade 或是 ts tapsquade 我覺得它現在還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今天看它的help裡面 看的東西不是很多 它大概只有這幾個 print function runsql function runsql iterative function 這個tapsquade上面的知識方式 目前還比較簡單一點 或者你進JS的時候 反而鞋片問號是help 或者你直接敲反鞋片help 好 那 這邊還是 我覺得它這個好像 照理說它應該是告訴你這個 照理說應該應該要告訴你這個 這還是個風險 還是風險 OK 所以我覺得它這邊可能還有一些地方 可以需要 大家來講 照理說應該是告訴你 我在JavaSquade裡面 可以用的一些設計 比如說 DBA底下的 DBA底下的 可以選擇功能 比如DBA Create DEPR38 Index DBA Create Cluster DBA.add Instant 等等這些場所 這個是 如果說你今天 要直接很方便的 在DBA 在這個 DBA 在這個 Nordboard上面去做 除了Squade Mini以外的其他事情的話 還是我們有蠻大的一個 那個產品可以讓你說這樣的切換 然後現在就切換到 Squade Mini上面去 好 那我們可以Support的Port 它Deport是 像這個是可以調的 它有兩種Proton 它可以Support MySQL X 就是我前面說的 傑森文件的操作 的Proton 你要操作的 不是Squade Mini 是Table 你要操作的是 傑森達克曼 你可以做MySQL X MySQL X 那單傳統的 MySQL protocol 就是一般Squade Mini 它默認是 預設是3306 但你再建Commission 那是可以改的 就是這兩種Proton 都可以Support 然後 所以我們前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像就是 就像一個 Analyst 沒有結束的大堂 在他們下一次 不斷融化 你可以隨時回去 可以隨時回到前面 十幾二十個指令上面 操作 但你按向上線 它也會出現前面的指令 然後 你可以改 你可以自由回到前面 某個指令去改它的指令 然後重新再讓它指令一次 然後 然後 MySQL X 可以跟VSCode裡面 其他的指令 來互相結合 比如說你在上面 一樣可以編一個 Python的一個程式 像我這邊就編一個 Python的程式 然後你一樣可以去執行它 你一樣可以去執行它 像我這邊很簡單 就連到一個Database 所以我本地的Loghost database 用CNN password 然後你去下一個Select的命令進去 我先把Lending拿掉 你可以直接去 你可以Run 或者是你可以 直接從這邊來Run它 你可以Debugging 或是Run without debugging 去選擇 我沒有 就是Select Select Select 從那個 word XCity 這個 word X的Database 你去Select出來 然後呢 然後就要列出來 所以很簡單 那另外呢 那你可以換Session 然後進OCL就不仔細講了 還有單你可以改環境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直接進到 還是Share的那個齒輪符號 你可以進去 然後做一些Devo設定的改變 比如像我說 Devo mode不見得一定記得SQL 然後像這個Devo的SQL 改成JavaScript 或者取它的Devo mode 然後接下來 藍色蟹它可以 有一個地方可以講一下 藍色蟹的時候你要裝以後 就在裡面 你一開始沒有裝Mileshack 沒問題 Android就會在這裡 它的Devo位置 也就是在Windows上面 它會在你的User的路路底下 在.VSCode底下XH 哪個系統VSCode 這個是它們的 Share B底下 當它Milesh 一樣可以用 你可以直接到你的坦邊 在上面 直接TrumMilesh 就只要找到它裡 所以今天我傳統的Mileshack 這個Mode的底下 好 然後 然後 那這個是 這是一般的Mileshack的操作 好 還有一個呢 就是 它可以 它可以 你用Browser版本來使用Mileshack 怎麼說呢 當你 當你把 一套命令加 一套 這個 這個命令是在 這個 這個 當你執行這個Mileshack 這個Mileshack 告訴它 SQ GUI START WIP 然後呢 告訴它Pool number是哪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是 32 32 320 直接完 直接起來以後 你可以在這底下呢 看到 你可以進你的Browser 進你的Browser 這上面可能看不太清楚 比如說 Logo Host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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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 你可以 你就需要Login User 但是這個Login User呢 你需要在Mileshack上去 它先建起來 這是 對不起 像我這邊加了兩個User 一個 看不太清楚 ITU ITU2 然後呢 我告訴它 它的User 是 Avitrator 就是在那裡加一個 VSecret 然後 這個看 V V Ad Ad User 對 應該是AdUser 上面這個 AdUser 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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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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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然後 名字叫什麼 密碼是什麼 它是每一個Label 如果你是AdUser 如果你是AdUser 如果你是AdUser的話 你打這個 Browser的畫面 打這個 32320的畫面 Local 3230的畫面 你就可以登錄 比如說 OK啦 我加了 ITU3 密碼進去 進去以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跟Mileser Cred 一樣 Mileser 你可以加入 Mile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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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Mileser Brother 所以 你可以讓 其他同事 來跟你講 共用你的 Mileser Share 上面的 功能 基本上呢 要很簡單的介紹 Mileser Share VS Code 它的所有的功能 和它的大商的 一個使用狀況 好 歡迎各位 有幸 在你的Mileser 在你的VS Code 上面 去裝一下 裝一下 然後呢 如果說有問題的話 你點這個Bug 然後呢 你可以 直接在上面選到一個選項 好 我直接看一下 好了 Five Bug Report 那它會直接把你帶到我過來 Five Bug Report 可以讓它被什麼 我也要做 還要去做DX 在兩個公司 比較多設計嗎 就把你帶到Five Bug Report 就把你帶到Five Bug Report 上去吧 就把你帶到Five Bug Report 那我們的Developer 老實講 回應還蠻快的 我也曾經 Bug了兩個Five Bug 那當天就給我回應 當然 也不見得每一次都是 真正是新的Bug 或者也不見得每一次都能重現 但是最起碼 是一個很好的 跟他們溝通的一個方式 很管道 那這個Five Bug Report 他們都可以做完整的紀錄 然後 大家也希望說 你能以後 他這個認證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你的 你一直在上 你貢獻很重要的 Bug Report 在這方面 OK 那今天呢 就很快樂 再介紹 我們最新的一個成員 馬來西亞社會 VS Code 歡迎各位 多多嘗試 多多試用 還有多多指教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那個 剛剛講到 那個OCI那邊 可以 可以透過Five Bug 進到那個地底 那如果不是OCI的 我們一般的 可以這樣透過Five Bug 如果說 你是 其他的雲的話 其他的環境 可能還是要先 讓他可以從外面連到 你的代代 我們會自所以 在OCI那邊 透過Five Bug 是因為我們的OCI 他就沒有開放Five Bug 不像 別當地開放Five Bug 但我們認為這樣比較安全 可是我們一般的那個 一般的 就買新果的 補刀協的 server 他一定是在Five Bug 的環境裡面 他一定 一定要透過Five Bug 沒有 這個Five Bug 是只有 在OCI上的地方 只有OCI 對 即時的幫你建 就是你點他說 你要 然後又去幫你建 對 Five Bug 在他的OCI 他只能用 比如說 一般的OCI 然後你在提供 一個Five Bug 他是否更加倍 是補刀這個Five Bug 是的 就是說 每個都可以 對 他是否那個代表 之所以會有Five Bug 所以我主要認為說 我不需要讓別人 用密碼的方式連到我家裡 然後所有的資料 在網路上都可以看到 然後我一定要 你找Five Bug 那我可以提供一個Five Bug 來把你處理 我剛有看到 我剛有看到 那個 店面在CREATE 新的訊息的時候 他應該還可以透過Five Bug 因為他有一個 那是怎麼 傳統SSL 你必須要有 如果說 你是你自己的公司裡面的 單位值 然後你要放在內網裡面 但是你要讓外網裡面 你可能在你的環境上面 要一個SSL Server 讓別人去 誰要是Five Bug 像是Five Bug 像是Five Bug 所以我如果這樣建好了 他就可以 我就不用這個來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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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自己建一個SSL 對 好 呃 呃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叫Stable嗎 Stable嗎 現在已經是 應該算是第三個 呃 就是第三個 呃 第一個什麼 呃 8.0.28 29 現在是30 所以 呃 呃 我相信大概正過 大概正過 兩三個版本 看這個G 應該是穩定到幾乎可以 做G G 做G 那天而過 就真的發現了一個 這樣一個地步 嗯 不一定啦 因為說實在 呃 軟體的開發 大型的軟體開發 有個很難 還蠻講 所以說 在這個一個階段 他碰到一個比較重要的 大個啊 什麼的 他一定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去修復 不過小問題 會隨著新的版本 推出來的時候 會慢慢看到 不見 對 那 我想問一下 那這個 蠻座瀟的 他可以連 因為我在肥膽 那可以連到 滿地過5.7 嗎 可以啊 5.7 可以 5.6 好 那 如果沒有問題 那就 非常感謝 可以跟 我們再做一整天 謝謝各位 那還是那一句話 呃 如果說各位有興趣 呃 看一下我們今天 自己整天留下來的 康復文的話 留意一下我們的臉書 留下哪一些 YouTube的臉書 OK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請問我 如果有 有關裡面的 那你可以直接 露進來 LOVE進來嗎? LOVE到那個 你可以用FY,然後IMPO進來 所以我可以把整個SO的IMPO進來 然後 要個別的FY 要一個一個LOVE進來 對對對 我目前還沒有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 因為我已經放了一堆SEEGO FYLE在我的PUSHER裡面 我想說如果可以直接在VS CODE裡面 直接買SEEGO SHARE我可以直接幫他 因為它是很多SEEGO FYLE 所以你的需求是要整個FODER統統載到 對對對 因為它是很多個腳本 然後有一支ROVE其他的 對對對 那以外來說 他可能就直接指定你主腳本就行了 他會直接 那個主腳本裡面會達到說 我接下來會帶你 我怕他認不到那些其他SEEGO FYLE的會議 我倒沒有 還沒試到這一步 如果說 我想照理說 他應該會去找你說指定的PASS 對 然後找你說指定的那些FYLE來執行 好沒關係我試一下 那另外一個是 我有時候蠻常知道Dumb Data Dumb Dat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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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小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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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